就它 麥當勞出了大紅袍 香麻炸雞腿 它的醬汁非常多 大紅袍麻味是第一個出來的 很濃 花椒味很夠 重點是它的皮 我告訴你它還是脆的 因為它的大紅袍 跟它的這個番茄啊 跟這個辣味 我覺得是相當迷人 是 今天要吃炸雞來了 喔 可以看到 這個盒子 你猜不出來是什麼 但是往這邊一轉 就它 麥當勞 麥當勞出了什麼 麥當勞出了大紅袍 香麻炸雞腿 這個實在是 我讓你嚇一跳了 長相長這個樣子 外面看起來紅通通的 至於味道如何我們來試試看 這手套不是我自己準備的 是你買他們的炸雞腿 就準備它 為什麼要有手套 一般的炸雞 炸雞是沒有這個東西的 但因為它的醬汁非常多 整隻啊 難怪大紅袍 麻味是第一個出來的 番茄醬也有 嗯 在外道還有 然後 糖是一定有啦 洋蔥一定有啦 然後 蒜頭也有 重點它有什麼 花生醬 花生醬是 近幾年台灣的炸雞 非常受歡迎 因為 花椒這件事情啊 慢慢的台灣人 結果越來越高 它這樣裹起來這種感覺 吃起來它不是只有 單純吃到什麼 吃到炸雞的味道 它還幫外面這個醬 很濃 花椒味很夠 不過 重點是它的皮 我告訴你它還是脆的 像這個是棒棒腿 對不對 這一塊就很讓人家好奇了 很多時候的炸雞是這樣 這一塊 看似是雞腿 但吃起來卻是雞胸 我們看這塊是什麼 然後 這塊也是雞腿 你看有沒有 筍子回味啊 差不多就是這個感覺 它就是可惜 就是 就是這個醬好可惜 對不對 它不像我們所熟悉的 麻辣的完全內陸 可是它最特別的地方是什麼 既然它敢叫做 大紅袍 對不對 它就是在有 它的味道是很足的 那大紅袍的特色是在哪邊 它的味道是濃重 它香氣是足的 它的那個麻味 經過處理過之後 在嘴巴裡面那個麻 它會讓你覺得很 舒服 那單一只有麻是不夠的 你還必須要有一些東西去抵 去跟它襯托它 好比說 辣油 好比說 油泡辣子 那或者是我們現在這邊所看到的 類似像番茄醬 又有辣的東西 來跟所謂的大紅袍的那種 花椒味 嘴巴麻油那種感覺在一起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 它最特別的地方就是你吃的時候 不會說我辣完結束 你在嘴巴裡還微微有一點麻感 這個是近幾年 我說真的全世界都還滿流行的 你可以試試看 而且 麥當勞炸雞 大家不是沒吃過 它本來裡面就很汁 它炸得好不好 不吃油 外面脆爽 裡面汁 再搭上它 吃起來就會特別好吃 但是大家很好奇 這個我們買回來 說真的 你可以吃的時候 你當然最好是一口氣把它吃完 因為炸的東西 我真心建議不要放 因為放了之後 你說你要回炸嗎 對啦 現在大家家裡有一些氣炸過 可能方便 但是不是每個人家裡都有氣炸過 但如果你買回來 吃不完 或者是你買回來 你要做一些不同料理 我們這個節目也不是 我們這個頻道也不是說 都在騙人家 就叫人家騙人家 也沒有 對不對 但是你可以用它 來做出大家會覺得你很厲害的菜 好比我舉個例子好了 你把它撕下來 跟雞絲 就是最基本有雞絲 就是雞絲涼麵的感覺 你把它撕一絲之後 跟黃瓜拌在一起 對不對 加一點點的冰水跟醋 再跟它搭在一起 它就非常好吃 重點 不要再忘記 放一點點的花生粒 香菜 我跟你說 就是一道美味的涼麵 涼麵 而且這個涼麵是外面市售買不到 只有你家有的 但你只要買這個就沒問題 今天我就用它 你看我東西都備好了 有嫩漿 這是OK 這是很可惜 但會不會把它拿成喇喇一樣 這樣太可惜 不行 好不好 我們忍一忍 我們今天準備了 我們今天準備了 大家比較常見 除了酸漿豆這個之外 其他當然是比較常見的 酸菜 香菜 芹菜 對不對 還有嫩漿 把這些東西組裝起來 你就可以做一個什麼 做一個割稻飯 所以我們今天做一個 麻辣割稻飯 好 什麼叫割稻飯呢 大家可能覺得很好奇 因為其實如果愛做菜的 應該都聽過割稻飯 就是早期呢 我們在這個農忙的時候呢 你會這個 家裡會幫家人準備午餐 那午餐在準備的時候呢 天氣熱你又在割稻 割稻什麼時候 台灣現在是兩收 有七月割稻跟十一月割稻 如果剛好你是七月的 這個時候在割稻子 很熱耶 你怎麼吃得下 所以你必須要什麼 香氣要煮 那早期的割稻飯會是什麼 它會有這個 比如說油蔥酥 它會有這個 我們現在準備的芹菜啦 香菜啦 甚至韭菜 有點像什麼 有點像是客家鹹湯圓 然後裡面放了飯下去的那種感覺 那為什麼我今天又把它稱為割稻飯 因為割稻飯對我來說它就是一個 當你沒有食慾的時候 它可以增進食慾的一種湯飯 所以我們今天要做的也是這個 那我們先把芹菜的部分先切好 它的味道足的話 你吃起來每一口就很過癮 然後香菜 你如果喜歡吃大蒜的人 當然你也可以放大蒜 那你說我就不敢吃香菜可以不要加 我不敢吃芹菜也可以不要加 對不對 因為為什麼 因為說真的這個 大紅包香麻雞腿的香氣已經夠了 那只是說你要把味道再做一些調整的 是鹹味的部分 因為我們今天只是把雞腿拿來做一些處理 鹹度的部分 可能你把這個 當然你就說我就 對不對 就買了東西比較多 我放了四隻雞腿那當然就夠了 那如果不夠的話其實 只要調整一點鹹度就可以了 然後酸薑豆 最好的這個 割刀飯 我覺得我希望呈現出來是 它不是只有 就是我所謂的香氣 它可能帶一點點微微的酸 然後在食材裡面你可以吃到 比如說一些脆爽的口感 它比如說酸薑豆有它的口感在 然後芹菜有它的口感 香菜有它的口感 那你說我不敢吃芹菜 不敢吃香菜 你放蔥吧 你說真的也不敢 那你不放蔥也沒關係 你可以放什麼 可以放比如說空心菜 或是放這個小白菜也行 好 酸薑豆也切好了 也放旁邊 光這三個啦 你如果喜歡吃大蒜 你可以再放蒜末進來 我這邊沒有特別放 然後酸菜 酸菜可以怎麼 酸菜其實不用那麼多 酸菜就是一片就好 酸菜可以當成這個湯底 我們都吃過酸菜魚嘛 對不對 酸菜牛嘛 那如果說今天把我們的這個 香辣大紅泡的炸雞腿放進來 它就多了一個油香味的同時 它又可以吃到什麼 吃到這個雞腿的甜嘛 所以我們現在先把這些東西都做好 它可以把湯變得非常好 這個在夏天吃會非常過癮 像這樣子的就是香辣 香辣的不要說割稻飯啊 泡飯 我們家是很常吃的 尤其是天熱的時候 嫩薑 盡可能 你不怕薑的人不見得一定要嫩薑 你可以用中薑也可以 老薑就不太煎 因為太辣 然後嫩薑也是增加口感的 那你就說啊 我們家的杜阿厚有壽司醬也可以 好 就把它切成細木狀了 拿起來 直接把它撕開來 這些都是味道 這個大家可能會覺得 我有需要那麼麻煩嗎 對不對 我就直接去買雞肉回來弄就好了 但是等一下就幫你調一調好 你為什麼那麼麻煩 這些炸在外面的這些 有帶粉的這個皮 大概先把它放旁邊 大概喔 你不用挑的很細沒有關係 但把它稍微分開一下 因為這些帶皮的如果 就水的部分稍微多一點 它可能就沒有辦法那麼的脆爽 我現在想起來 如果這個你把它撥一撥 你做成糖醋 麻辣糖醋雞腿也不錯 對不對 然後把它飯弄在那邊蓋飯 對不對 把它撥一撥放過來 油 好 鍋子有點冒煙的之後 你就可以把什麼 薑放進來 酸菜放進來 酸薑豆進來 芹菜也可以放啦 沒關係啦 沒有那麼... 香菜不要放就好了 因為 現在放進去的東西 不管是酸菜 或是酸薑豆這些 它不會因為過度烹調 會變軟 不會 再把它炒香 骨頭放進來 然後加水 再加進來之前 你可以先把什麼 部分的肉 不要放到剛剛的皮喔 肉先進來 部分就好了 因為可以讓這個湯更有味道 好 糖進來 然後我們來一點點的白胡椒 好 鹽巴 你如果說有那個 魚露 你可以放魚露 如果沒有魚鋁就放 鹽巴就可以 然後多少鹽巴 多少糖 現在還沒有 把雞肉放進去喔 接下來我們就把飯放進來 它不是煮稀飯喔 所以割燥飯 只是讓它去讓飯有這個 跟湯做結合就可以喔 然後補一點點的醬油進來 然後補一點點的醬油進來 不要多我只是點色而已喔 好這樣就好 好 接下來就是把骨頭取出來 因為酸菜味道都已經有了 這樣就沒有浪費了 炸雞 全部進來 它的味道會更明顯 真是喔 讓我勾一下好不好 我覺得這個醬汁很重要 因為它的大紅袍 跟它的這個番茄啊 跟這個辣味 我覺得相當迷人 這個不要浪費掉 這個味道很足啊 然後放梗的部分放進來 這個飯很會吸水喔 點一點點的香油 不要多一點點啦 OK 我跟你說這個你會愛 真的 如果有機會的話 大家做做看 不小心煮這麼多啦 這樣就一煎喔 這樣就一煎喔 好 這就是我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麻辣哥烙飯 味道如何你吃了就知道 雞蛋 這很好吃的 如果你喜歡吃酸的人 就再點一點醋進去 也會好吃 它就很像酸辣飯 但如果你喜歡那種 大紅袍帶給你那種麻香 尾韻 或是說這種 所謂的辣椒跟番茄 所抵出來的那種 所謂的有點番茄味道 這樣夠了 但你如果真的要吃酸 你再點點酸 你也會很愛 大紅袍 香麻 炸雞腿 如果你今天一樣買了這個 你可以品它的味道 你不會失望 然後你再把它拿來做菜的時候 它有很多很多種變化 有興趣 你把它變完了之後 你也可以在我的YT 下面留言 試試看你不會失望 我要說話 我會不會失望